十相 长是一边 断是一边 第三相 第四相 这是中道行 在波瑞行中 有相是一边 无相就是空 也是一边 无相 所谓无相就是空 也是一边 是波瑞与非波瑞的分别 也都是一边 波瑞行是以不取着为原则的 如心有取着 即使是善行 空行 也都是边而非中 就是说有所得 波瑞的波瑞蜜本来是讲的十相 是无所得的 波瑞经称之为 对刚才说他执着 心有取着的话 他称之为顺道法爱生 批译为如杂毒死 就是一边吃东西 可是中间就放一些毒药一样的 那么我所开示的解脱道 如空 无所有 无相 欧含经早已经有说明了 那么观无我 我所 无所有 有的这样子以智慧得到解脱 那么懒着的还是不能够得解脱 就生在无所有处 那么观一切无相的 有一切有的以慧得解脱 那如果懒着而不得解脱 就生在无相处 也就是非相 非非相处 那么原理方法是有准则的 但还是世俗的 适合能够善巧适中 那就像中国所说的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好 学者应该注意佛法的实践性 不只是中论 而更是中观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 刚才所讲的这个中道 就是比较从这个波瑞波罗蜜 延期性空这样的理论来说明的 那么佛法我们要来幻论这个中道 就必须从人类的德性来说起 也可以说从神到人 最后面来讲解 佛教的这个中道的理论 思想和修行的方式 佛法不是为了说明世间 而是为了解放自己 净化世间 佛法是理智的 德行的 知行总观的一个宗教 必须要从生活的经验中来实现出来 说它是最高的哲学 不如说它是完善的道德 而且是深化又广化 既深刻深化而又广泛的道德 骗一切众生的 世尊从正觉中开示了缘起之性 这些世俗地的这一部分 就展现成世间法的一切 更开示了圣道之性 缘起之性我们可以说是持有故必有 此生故必生 圣道之性可以说是持无故必无 此妙故必灭 一个是流转门 一个是完美门 也就是刚才所说的 一个是世俗地 一个是圣义地 圣道是恰到好处的道德 是向上向正觉 正觉所必经的常道 所以称为中道正道 古先人道 这是佛陀所开示的 唯一的人生正道 就是八正道 正道的具体说明 观设到极深极广 所以说深化广化 那么现在就来说明 它的两个大的特色 神教者就是以一般人信神的 以为德行的根源是神的 德行 德恨 只是人怎么样子来服侍神 人怎么样子来体贴神的意识 来待人 如离开了神 德行即无从说起 所以在神教中 不但人的德行 变成了神的奴役 而迷惘的宗教行为 也被看为是道德的 有价值的 世尊的中道行 与神教相反 从人与人 自己他人 的这个合理的行为 深化到内心